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跟大家一起来练习电脏游泳池 如果想看更全的教育视频 请到共产生官方网站 想和更多的爱好者交流 请加入科普谈的群 你可以加入共产生官方微信平台 那里有更多的支持会在屏障 好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吧 好 下面我来示范并交接一下的动作 我们采用普货的方式 把你的腿向后伸直 双手也向前伸直 在这个动作过程当中 腰部都要发现 所以你的尾骨要稍微收起来向后 腹部也要收起来 好 先做一只手臂 伸左腿伸右手 伸右股 伸左手 你的腿和手的这两个同时 尽可能地向远够伸展出去 弹起来的时候呢 我们呼气 如果有多脱臂比严重 你也可以吸气弹高 但是要保障肤气收紧 好 你也会把双腿同时弹起来 双手也弹起来 尽可能地向远处延伸 然后呢 保持趋劲的动 让你的腿和手 浇气地去拍打 就好像是在游泳 然后你也不思论地加开束 好 这就是这个动作的示范 先做简单的 抬单手 单腿 然后也可以把双手上面都抬起来 然后重点就是 把你的腿和手臂 一定要相当地去延伸 让身体充分地拉长之后 再去做这个动作 这个动作可以帮助我们 强化上背部的肌肉 对于驼背的人来说呢 比较好 所以呢 如果你驼背 是因为你上面的肌肉比较弱 那么增加你上面的肌肉的力量 帮助我们改善你驼背的情况 同时我们把腿向后向上抬高的时候 有助于伸展我们的强腰筋 在这个动作过程当中 我们就是要注意 主部要松紧 同时保持区量固定 不晃动 只是你的手和脚在做一个拍打水面的动作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 你的如果你是有这款狭窄 或者是买起合运的 我们都不适合做这个动作 那么在接下来的这个行程当中 你可以试着去练习这个动作 你可以先做简单的 然后呢 再做稍微难一些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